美国劳工部9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经济调后 环比上涨0.1% 同比上涨8.3% 创5个月新高并超预期 令通胀见顶的市场预测破产 强化了美联储继续激进加息的理由 美元指数与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 受此影响美股周二尾盘惨遭血洗 导致大幅下跌于千点 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就最新通胀形势发表讲话时表示 总体而言过去两个月美国的物价基本持平 这对美国家庭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是美国降低通胀还需更多的时间和决心 美国私营医疗机构护士9月12日展开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 明尼苏达州约1万5千名医院工作人员参与 抗疫人手不足和过度劳累 要求更好的工作环境及更高的工资 过去一年 美国医疗机构时常发生罢工 因为员工表示在新冠疫情期间 工作让他们精疲力尽 而且还因物价上涨生活艰辛 护士工会明尼苏达州护士协会已与院方谈判了数月 上周末由于合同谈判破裂 直接导致了这次为期三天的罢工 据悉各家医院打算持续提供医护服务 但有可能会中断 华盛顿邮报称 此次罢工通显出全美范围内因新冠疫情而加剧的护理短缺问题 有迹象表明罢工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州 第74届艾美奖颁奖典礼 9月13日在加州洛杉矶顺利落幕 Netflix韩剧《鱿鱼游戏》主角李正仔缔缔造历史 成为第一位在美国电视圈最高荣誉艾美奖 夺下势地的韩国演员 《鱿鱼游戏》在本届艾美奖一共入围14项 包括成为第一部入围最佳剧情类影集的非英语剧集作品 该剧导演黄东赫也荣获最佳剧情类影集导演殊荣 26岁的赞达亚凭借《亢奋》获得2022年爱美奖剧情类剧集最佳女主角 这是她二封爱美奖剧情类事后 马修·麦克法迪恩和朱利亚·加纳 各自凭借在《继承之战》和《黑钱圣地》中的精彩表演 分获剧情类最佳男女配角奖 《继承之战》足球教练和白莲花度假村 分别夺得剧情类、喜剧类和限定剧类三大领域的最佳剧集奖项 洛杉矶县9月12日宣布了一项诉讼和解协议 承诺投入数亿美元来扩大对无家可归居民的援助和支持性服务 这起诉讼是由洛杉矶人权联盟于2020年提起的 该联盟的组成人员包括企业、居民、房东、无家可归者和其他人 他们声称是市政府和县政府的不作为造成了危险的环境 宪政委员霍利·米切尔说 在2027年以前 洛杉矶县将投入约2.36亿美元的资金 以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 重点是扩大街头援助团队 确保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 这建立在2017年选民批准的销售税所创造的 超过5.3亿美元的无家可归者资金的基础之上 这笔新资金还将用于为符合条件的居民 提供全套服务 他们将住进洛杉矶市根据协议承诺建设的 10,200套永久住房和3,100张临时收容床位 这些服务将包括个案管理、医疗和精神健康支柱 福利宣传、家庭团聚、儿童保育和成瘾治疗 洛杉矶市政府表示 当地将在5年内投入约30亿美元建设新的住房单元 对于正在筹备中的登基大典 英国新国王查理三世首开先例 抛出一项英国史上不曾有任何君主提出的要求 登基大典演说要对全球实况电视转播 查理三世登基典礼 9月17日将与圣詹姆斯共进行 白金汉宫官员指出 查理三世希望透过登基演说实况转播 提升英国王室的能见度 让王室形象能够逐渐摆脱长期以来刻板僵硬的印象